泰國佛牌一直以來 都充滿了神秘色彩 其中有一塊叫做鬼牌 光是製作過程 就讓人毛骨悚然 竟然是利用往生者的毛髮 或是遺物配上濕油來製作 據說能夠讓佩戴者 實現任何願望 就連國際巨星馮迪索 在好友跑了沃克車禍身亡之後 也求了一塊佛牌 巧合的是 原本延宕的電影拍攝進度 變得非常順利 竟有這麼神奇嗎 帶你解謎 看起來只是一個小小的護身符 但是裡面大有玄機 因為這個是人們口中 常常提到的 邪惡的泰國佛牌 這種佛牌 在台灣有許多人拿來佩戴 但是不了解的人 總是覺得泰國佛牌 感覺硬硬的 沒有好好處理 是不是會帶來厄運呢 保佑平安 招來厄運 一線之間天差地遠 尤其泰國佛牌 又分成了羊牌和鬼牌 羊牌的製作過程 是用聖土 花粉或是草藥 不停的柔和 過程中還要附送經文 費時10天到1年的時間 最後完成還要請高僧來加持 才算把這個羊牌給做好 那鬼牌呢 鬼牌的製作過程 光聽了就讓人毛骨悚然 這是泰國的一個 叫學生妹的佛牌 這個學生妹當初是一絲兩命 她是親生的 研究佛牌已經有16年的小節 她手上的這一塊鬼牌 叫做學生妹 生前是一位未成年的女學生 因為被男友使亂中氣 事後又發現自己懷孕了 一時想不開 竟然燒炭情生 這個親生的王子 後來家屬就把他送到寺廟的時候 師父說 親生的話是不能投胎的 失去摯愛的女兒已經非常的痛了 還聽到師父說 女兒不能投胎 要在人世間當起孤魂野鬼 也因為這樣 寺廟的師父就說 要不然就把你女兒做成鬼牌 來化解這個問題 那師父就說你還有一個方法 我們把它做成佛牌 幫助人世間的人 讓他自己積功德 讓他早日投胎 許多的鬼牌 都有屬於他們自己的故事 要讓他們的魂 住進這個牌子裡 讓人佩戴 就必須取自於死者的 生前相關物品 後面的話 這個下面是特殊的 特殊油 那裡面還有掺杂粉土 還有這個當初學生妹的頭髮 一些相關的東西 這一塊叫果絲布 然後在最上面金色的 是將愛情合合 利用往生者的毛髮跟遺物 製造出來的鬼牌 再替信徒實現願望 這樣的做法 其實跟台灣的養小鬼 有一點相似 也因為這樣 很多人就開始懷疑 難道鬼牌不會反噬信徒嗎 佛牌一定都是師父做的 師父不會做不好的佛牌給信徒 竟然不會做不好的佛牌給信徒 所以即使是鬼牌 神牌 不管是什麼牌 都一定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有問題都是存在在人 而不是在人 小潔就有說到 鬼牌幫助信徒實現願望 同時也在替自己基因德 只有一種狀況 才有可能被鬼牌反噬 那就是你答應鬼牌要做的事情 你沒有做到 才有可能被鬼牌小小的警告 這樣神奇的力量 就連國際巨星馮迪索 在拍文命關頭70 也請了一尊佛牌掛在脖子上 我的好幸運 在拍攝電影 像是在《FURIO7》 像是在《FURIO7》 像是在新的 逢迪索在拍文命關頭70 同為演員兼好友的保羅沃克 不幸的在劇外車禍身亡 整個二號讓逢迪索 悲痛不已 也影響了電影拍攝的進度 劇組人員迅速的找到解決的辦法 讓電影順利開拍 甚至傳聞 逢迪索在拍攝的過程中 遇到的問題 通通都迎刃而解 難道這個佛牌明明中 真的有在保佑嗎 這讓泰國宗教又蒙上一層 讓人猜不透看不明的神秘面索